老师上课利用大型触控萤幕任意变换画面 随意在上面画圈标重点 吸引学生更注意课程内容 台湾激进党就指控中央补助地方中小学 这些大型触控萤幕 南投县府负责采购 公共供应契约的招标规格 14条原本有标注 触控显示器有限及无限网卡 不可为大陆地区品牌及厂商 连县之释服器位置不可为大陆地区 但县府却将第14条删除 后来为什么拿掉 难道是有压力吗 许淑华县长因为过度也是 过去也有一些过度亲中的倾向 所以难道是为了中国 帮中国开这个资安的后门吗 杨沛话说 南投县长许淑华 今年才去中国浙江交流农产品 受访还提到两岸一家亲人民心心相应 因此怀疑许淑华拿掉 不可使用中国网卡的限制 是刻意开资安后门 教育处说 虽然将限制中国网卡的规定拿掉 但最后得标的11家厂商 都是国内厂商 也强调校内网路都是内网 不会对外连线 减少被盗用的疑虑 专家表示市面上的资通商品蛮多是中国厂牌或中国代工 使用中国制网卡有可能会将使用者的讯息 搜集传给后端 如果担心重要各自外泄 使用者的网路管理和防火墙 就必须做好分级加强 华氏新闻 视频杨总颖 周大强南投报道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